Hello 大家好 今次將會玩的遊戲就是這個叫囚禁之館的遊戲 細心發現的話 其實這遊戲跟我之前玩過的一隻惡狼遊戲 真的反轉了 不過應該是狼吧 沒理由是羊吧 或者是謊言遊戲 出示盡要的證據 就同一個遊戲商來的 都是同一個畫風的 那我們立即開始了 故事讀取中 無法蘇醒的惡夢 第一章 好 咦 它有一個狼爪 哦 上來的我發現自己倒在這個陌生的森林裡面 咦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總之要快點回家 咦 我家在哪裡 我平平去想 但不知為什麼會想不起 一定是因為事情太突然陷入了混亂 對了 手機 看手機應該知道什麼 什麼 手機不見了 我是女角 應該是 雖然沒有摸到手機 但在口袋裡面的確有一樣東西 這是什麼 藥 精神安定劑 為什麼會在我的口袋裡面 我不記得我戴過這些東西 手引 怎麼會有這樣的痕跡 總之 要快點找個人問一下 開始在森林裡搜索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 咦 手機版需要點擊移動的方向 同時持續按著對應的方向 才可以繼續移動 PC版就可以按著方向鍵來進行移動 原來有PC版 OK 那就不要緊了 應該都是一樣 好 只要我覺得操作OK 那就沒問題了 我們一路向前走 這個音效其實跟以前的暗狼遊戲一樣 都是那些 什麼聲音 我看到一個榔頭在這裡 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是我錯覺了 咦 可以看到一個建築 稍微過去看看 調查 手機版走過去調查就會有畫面 那電腦就按空白鍵 我們直接按 一個巨大的門鎖住了 嘩 嘩 嚇到一跳 故事得到發展 OK 這裡呢 這個是牆上有個洞 穿過這個洞或是可以進去 但是隨便進去不是那麼好 在這種狀況只可以這樣做 穿過那個洞之後 面前有一片小的森林 走了十多分鐘左右 似乎有微弱的燈光 好厲害 好大家屋 位於森林深處這家屋非常安靜 完全沒有活人的氣息 戰戰兢兢去到門前 咳咳咳咳 有沒有人啊 沒有人啊 我在盪室路啊 森林 難道沒有人在 咦 開了門啊 門開了有個沉重的聲響 越來越大聲一點 我教大聲一點 讓大家感受一下 我可以進來 小心翼翼地走進這個房子裡面 面前出現了一個寬廣的大廳 但屋內沒有開燈很昏暗的 有沒有人啊 沒有人會回應我 打擾了 安靜一點 嘩 不好意思 這裡主任 這裡是盪室路 你 為甚麼會來這裡的 我盪室路呢 全部穿著了 已經遲了 他們都醒了 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要小心一點 總之 聽好了 這個堂裡面的居民 相當危險 咳咳咳咳 走廊的深處全力腳步 我要躲起來了 再見 咳咳 說完之後 神秘的青年消失在黑暗當中 他的暴聲慢慢朝著這邊 甚麼 是甚麼人來這邊 哎呀 是黑人 真是稀奇 這個人是甚麼事 我是木辣 是這裡的主人 這個妻子 這個黎莎 往事說你來這裡有甚麼事 我盪室路 哎呀 真是不幸 不如這樣吧 我們家裡剛剛有晚餐時間 一起吃東西 哼哼 我說 這種暴風雨的天氣 你怎麼回去 暴風雨? 突然之間 外面有這個猛烈的雨聲 明明剛剛沒有下雨 在這樣的天氣下 如果回到森林 說不定真的會死 來吧來吧 不用客氣 我如果拒絕也沒甚麼可能 謝謝你們的招待 那就快點進屋 就這樣就進了陌生人的家 接受了陌生人的好意 吃了陌生人的食物 來到這個房間 孩子要馬上來了 孩子? 喜歡吃飯了 好餓啊 好像有個奇怪的人 哎呀 這個可憐是誰 是當室路的客人 都相當有特點 這班人 雖然被熱情款待 但這個家裡太詭異了 哎呀 好不容易看得靜入迷 是貓? 好 你又在這裡讀書啊 萊羅里 這次讀的是天文學的書 咦 他又有客人在這裡 看來他對我們的樣子感到疑惑 是我可愛的寵物 是媽媽的寵物 是一隻很聰明的貓 總是和媽媽在一起 這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會說人話 怎樣都好 快點吃飯吧 姐姐她還沒來 那個丫頭 反正有人不想出門口 我們不要理他了 我們快點吃飯吧 好 這個是今天的菜喉 一個廚師讓貓的女子 把菜端過來 竟然有專門的廚師 看是很有錢 好 不用客氣盡情吃了 多謝本代 開動了 好 這些人絕對有問題 你實在是一切太詭異了 對 一定是夢來的 一定是這樣的 啊 酒果然最好喝 喝太多也不行 媽媽要你管 我要再多一點 好 跟我們玩吧 姐姐 智利莫爾福 不要給客人添麻煩 你不想跟我玩 我會陪你 稍微玩一會兒我會陪你 約好了 你帶著什麼目的來這裡 我都不清楚 我沒有說謊 這樣壞客人很失禮 我不會被他騙到 這個家庫很明顯 有如意算盤 買著 第一次見面這麼沒禮貌 不用拘謹 你為什麼不喝湯 不用客氣 多喝一點 那我喝了 意外地好喝 你家的東西很好吃 你也是 下一瞬間 身體無力 為什麼這麼累 為什麼睜不開眼睛 已經到極限了 當場暈了過去 嗯 這裡是 下一張床上醒來 你終算醒了 嘩 不要那麼大聲 你剛剛那個 我名字是 人 阿忍 你是那個家族的成員 不要跟我把那幫人 扯在一起 既然不是這裡 那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是不是因為 這個家裡到底是什麼事 喂 不要在這裡問 聽到我就快炸了 我頭要爆炸 總之 這個家人很危險 你必須盡快逃跑 危險? 你都注意到 那些不是一般人 假設你 就很方便了 現在的你 什麼時候被他殺都不出奇 被殺? 怎麼會的 就算突然我都沒有接受 哼 真麻煩 既然你不信 親一下去確認一下 確認那些家庫真面目 現在那些都是一樓的客廳 你偷偷看一看就知道 怎麼做呢 不過如果他說的是真的我就 暫車看看 其實都挺恐怖的 其實這個感覺 類似有RPG的感覺 這個是Safe 裡面什麼也沒有寫 又有發光 我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房間 一個神秘的青年讓我偷窺情況 欸 這個挺好的 有寫任務表 真的說什麼 故事發展 我記得客廳的地點是在那邊 咦 有頭像看的 哇這幅什麼畫 被圖成黑色 還切到暖七八糟 會不會突然有鬼嚇我的 為了不讓發現我輕輕把門打開一條縫 然後聽到裡面說話 那孩子怎麼辦 當然是跟黃Sir一樣 就是說可以吃掉他 喂要吃掉我 你不可以毒食啊媽媽 我知道 襲擊他的順序就像以前那樣抽籤 要這麼快結束就無聊 怎麼殺死他 大家都有體股的殺人方法 只要記住不要防其他就行了 慢慢享受狩獵 我沒有聽錯 要快點走 立刻跑向大門 上了鎖 那些槍也有鐵爛 會被他們吃的 你相信吧 我要離開這裡不想死 冷靜點聽我說 大門的鎖匙他們手中各有一把 換言之我們必須從他們手中奪走鎖匙 沒可能做你不用急著 那些鎖匙不是普通的鎖匙 是藏在身體裡面 我們不是沒有希望 我猜你剛剛也偷聽過 他們打算輪流襲擊你 每天都會更悶的 居民 所以每天襲擊你的只有一個人 如果居民在自己殺人的那一天成功殺了你的話 他就可以吃了你 但如果不可以在那天殺了你的話 殺你的權利就會將會轉移到下一個 這種事對你來說就是遊戲 我們怎樣拿 我猜這個 他們看到的鎖匙跟他們的感情相連 當他們對你的殺意強烈之時 鎖匙就會浮現在身體的表面 這麼有趣 首先我應該做的是找出要殺我那一天 找出那一天要殺我的居民 要在被殺之前搶走一條鎖匙 太害怕說不出事情了 太看上去我沒有理解 但是這裡真的是現實 冷靜點想起這裡絕對不是現實 這裡是夢境來的 要快點從這個噩夢醒來 我想洗個臉 就讓我去洗 用冷水洗應該會醒 我立即就回來了 這裏指我去洗手間肯定要吃招了 不用問 肯定不知什麼時候見到 見到有人走過來 來了!見到!見到!立即有人過來 怎樣躲起來 我想知道 是智利的 紫沙在玩具上寫著金井 誰來的金井 是洗澡時用的玩具 這裡 進來了進來了 哇!嚇到一跳 為什麼突然關門 反正這個夢來就快點洗臉了 不想洗 可不可以在這裏 這裡開了門 哪裏有洗臉池 裡面不就有 不過要蹲下洗 是要用這個 在這裏洗臉 這樣做應該就會醒 看著眼前的鏡 一定是夢來的 總算醒 哇! 嘻嘻嘻 什麼啊 你的命都結束了 來吧 快點給我吃了你 糟糕了 必須快點走 逃走 捉不住了敵人就 Game Over 一邊逃走一邊獲得物品 以此打敗敵人的情報 哇!神經難 哇!好難動 走啊 進去立即和我 啊! 啊!好險啊 在門廁走來走去 看你沒辦法進來這裡 太好了 總之要乖乖地留在這裡 等他出去就沒事 不是想著走啊 哇!為什麼門應該鎖了 你哪裡都要進來的 金色的小刀 返回著光芒 要開始吃了 不要啊 等一等 出現其他人的大力 有妨礙者 快點出來吧 沒事了 那個人來救阿仁 慢慢推開門 嘿嘿嘿 啊! 我不是阿仁 那個你是... 我不是壞人 不用那麼害怕 我是你的伙伴 我對女孩子從來不說大話 我明知叫春 請多多指教 剛剛你好危險啊 不用客氣 你沒事吧 啊!是阿仁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想跟這個孩子聊聊天 快點讓我出去 你怎麼互相認識的 讓我加入做同伴母 你太喜歡幫助我了 而且你不是最清楚 如果不靠他自己力量逃出去的話 靠我自己力量 總之快點讓我消失 哼! 跟平時一樣那麼頑固 算了算了 拜拜 等人不在這裡再來找我 神秘人物消失了 不用理他 而且我不是說我不要放鬆警惕 我應該更加警惕 想不到居民這麼快的行動 異兄 為甚麼你要幫我 我剛剛才見面 這個因為 你不要誤會 我不是打算幫你的 如果要逃出這個... 這個大宅 你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逃出去 你還沒幫我解釋這裡到底是甚麼地方 我現在不可以跟你解釋 總之你現在需要集中精力奪取鎖匙 不需要理解這些 沒多久之後你就會記得 關於這個宅 還有我們的事 以及你自身的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人敢做是吧 總算醒不過來 直到開始 剛剛被殺的人 你看到犯人嗎 太黑體不清楚 真是廢的 說起來 好像看到拿著金色的刀 這個情報不錯 可以成為確定對方是誰的線索 這個居民不會毫無故地襲擊你 這個居民以殺人為樂趣 所以他們只會用自己喜歡的方法來殺死你 正就是這樣你才有希望活著 在被居民殺害之前 確定對方是誰的 然後搶走鎖匙 我會試試 以及 我和春不可以輕易在居民面前延伸 因為這裡的居民相當討厭我們 如果我們被他們見面 一定會妨礙你 就是這個意思 相當討厭 嗯 奇怪 其實 其實我認識他們幾個的 我認識他們幾個的 我們現在要找金色的刀在哪 為何它要跟著我 先 我覺得走走走走要有東西衝出來找我 好像那些青鬼 好像那些青鬼 走走走就不知道是哪個出來的青鬼 還不是這裡 居民都在,在他們面前說金色招刀太危險了 暫且採取自然的行動 其實真的老實說,發生了這樣的事都不敢進來這個客廳 我還以為他說不可以什麼 廚房沒有人,這應該由菜刀絕,說不定會找到金色的刀仔 紅色的飲品是什麼呢? 一定是番茄汁 一定是 在這裡煮菜 咦,這一塊 但是沒有金色刀 就在這個時候 新的樣子好,我怕一直都是工作,所以很忙 喂,你在這裡幹什麼? 不要擅自進來,在這裡找東西 這裡放了我最重要的番茄刀 沒有了?我追著那個沒有了,金色那個 難道說你偷了? 不是我啊,剛剛才來的 你不要跟我說謊 我看上來不到,很可怕的 好吧,既然你敢說我相信你 我跟看上來不一樣都是很溫柔的 是不是?這些年輕人在我作劇的時候拿走 我明明是網到癡筋 年輕人難道是這兩個? 原來是這樣 先去調查一下他們兩個 要不要移動到蟹子的房間 移動吧 嗯 蟹子的房間 我這兩個,我們先找到芝莉 或者我妹妹仔 馬上去找他們 那好像被欺負一樣 這個公仔 遮著眼睛的 好,先問一下 是大姐姐 總是抱著人樓周圍走的少女 如果事情不看著自己的意願發展 就要馬上哭 經常纏著哥哥 提出一些任性的要求 你幹什麼啊 要確認她有沒有打金色的那個 說不定她就是襲擊的 為了不讓她說我必須自然行 你在幹什麼 我跟那些公仔在玩 這些公仔是我最喜歡的 沒有這些金色的東西 那就是隔壁的小孩 立即打死她 小孩 肯定是你 關於醫療的書 你絕對不會看 你懂得看醫學的東西 好 說不定這個小孩就是襲擊我的居民 你好 十分吐氣 喜歡我作的少年 是他 喜歡雪芳 將那些人灑到頭腹轉 團團轉 似乎天之聰衛 能夠閱讀非常複雜 才會做實驗 你在做什麼 我在做動物實驗 現在她在做 那個 金色的剪刀 你做什麼 大姐姐 你好像是這把剪刀 很漂亮 這把剪刀 放在廚房櫃裡面 我就拿過來 原來是金色的剪刀 難道她想用這個剪刀 但按照我的記憶 那個人用的不是剪刀形狀 大姐姐 不要進來的資歷 跟我玩 煮飯仔 我很忙 沒有時間動你 那你跟我玩 大姐姐 待會沒事 如果你不跟我玩 我就要哭了 唉 不跟我玩 就會哭了 好吧 我和你玩 大姐姐一起玩 當然 我們開始了 首先來煮飯 用這個 金色的菜刀 大姐姐做什麼 為什麼一直看著菜刀 為什麼一直看著菜刀 那姐姐留下這個菜刀 就是我洗手間看到那個 這個 但是這個好像是橡膠做的 非常柔軟 用這種東西根本沒有殺死我 你在發什麼呆 那我來做妻子 所以我需要帶結婚戒指哥哥 希望你幫我帶上 蛤 我來嗎 你不肯 呃 我知道了 不要哭了 我經常都哭 我們進去這個幸福的殿堂 之後煮飯仔 遲早了一段時間 我玩夠了 終於解放了 但是找不到金色的刀仔 到底是誰襲擊我呢 故事得到了進展了 好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其實這個劇情也挺有趣 真的 都很想一路追下去 看看那個結局是怎樣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就這樣 拜拜